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师傅 今天我们一起来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在今年的2014年 男子乒乓球世界杯的八强比赛当中 我们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运动员 一个叫阿鲁纳的黑人运动员 他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和张继科的八强的对决当中 这位黑人运动员正手的爆冲弧弦球的动作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阿鲁纳他拉这个弧弦球的动作和一般人 可以说和现在所有运动员拉球的这种方式 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样 他是用这个大臂和手腕去发力 而且他不是向前去用力 他是向后脑勺这里这样去拉球 而且他这个腰部的转动也不一样 你像我们乒乓球当中我们强调的比较多的就是转腰 重心向前轻对吧 转到左脚向前蹬转 他不一样 他拉球的时候他重心是压在右脚 拉完以后压右脚拉成这个动作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么感觉不是很规范的一个动作 他居然把张继科打得很被动 特别第一局刚一上来 张继科完全不适应 都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这球只要一出台 这个阿鲁纳啪一板 很大的力量过去了 张继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球已经落台了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看这个视频我也反复看了很多遍 我把他的这个动作慢放了很多遍来观察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拉球的时候 他的影拍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拉球的时候 转腰带动手臂 手臂自然的往后放 是吧 前臂大臂放松 要向后影拍 我们正规的这个动作是这样的 他不一样 他的这个前臂没有成一条直线 他是靠走关节拉走 也就是很业余的一种影拍的方式了 他是拉走 走关节向后拉 拉完了以后成这个角度 他的前臂也是放松的 前臂也是放松的 但是没有完全的垂下来 他影拍到这个位置 这个手腕呢 它是勾着的 他这个拍形这样捏着的 他在拉的时候 这个角度 是非常正手力 正手力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正手力的握法 所以说我们看到他拉这个正手弧弦弦的时候 他拉完了以后 这个拍形之外 拉到后面去了 有时候甩到后面去了 然后这个拍子压成这个角度了 变成这样的角度了 所以我就分析他这个发力方式 他为什么会拉完了以后 这个拍形要变成这个角度呢 我自己拉了一下 试了一下 因为他这个发力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等于是用大笔把这个球甩过去的 向上甩过去的 他用走关节和手腕来发力 手腕是很放松的 但他手腕没有这样大幅度的外展 他是勾着的 他手腕这样勾着的引拍以后 然后向后这样用力 这样发力 所以说他拍形压这么低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球的弧线 再一个他的这个腰部的转动 他腰部的转动 他不像我们有时候发力的时候 腰部引拍转动的那么大 他就这一点寸进 一点点力量 有时候甚至感觉不到他转腰 但他这个力量过去很冲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 先来看一下 我来示范一下 可能学的不是很像 但是基本上是这个感觉 我压得还不够 很容易出界 是这样一个动作 拉起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动作 是吧 变形的很厉害 变形的非常的厉害 但这个球他能上台 这个太奇妙了 这种动作他能上台 太奇妙了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在拉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 他的走关节是很稳定的 你别看他拉完了 是吧 动作变成这样了 但他走关节的支撑 我一直强调的走关节 他是一个三角支撑 走关节他拉完以后 这个支撑他没有破坏 他其实没有完全破坏 他依然起到了一个支撑大臂 和前臂的作用 所以他能保证他的这个球上台 保证他的动作稳定 是吧 力量这么大 这个是可以说是打破了 常规的正手拉弧圈球的一种模式 完全打破了 我在教学视频当中 强调的比较多的就是说 走关节不要利用走关节 主动去拉走而发力 这个阿隆纳相反 他就是靠走关节 用走关节拉走 靠大臂和手腕去发力 相反他居然可以发出这么大力量 居然可以发出这么大力量 所以这个真的值得我们 好好去研究一下 好好研究一下 但是看这个阿隆纳和张继科的这个视频 看出几点问题 阿隆纳的问题 步伐什么我都不说了 他的启动是很快的 我就只谈他这个正手拉球的问题 他这个拉球 大家可以发现 他的失误80%以上都出界 阿隆纳 特别是在相持弧圈球的过程当中 他拉的时候 如果这个拍形稍微 因为他这样拉嘛 拍形稍微控制的不太好 有点他有时候出界的时候 这个拍形有点没压住的时候 球基本上都出界了 但是在张继科跟他对拉的时候 虽然这个速度力量没有阿隆纳那么快 那么冲 但是张继科拉过去的球是比较稳的 这就是他这种拉走 拉走是大臂手腕发力的缺点 就是在拉上旋球的时候容易出界 相反阿鲁纳在冲这种刚出台的下旋球的时候 这个上台率反而很高啊 相反他很高 比一般的运动员拉的这个上台率还高 而且威胁还那么大 所以这种打球的方式真的值得研究一下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每当他拉完球以后 他的动作比较难以还原 所以我们看到在相持的这个过程当中 阿鲁纳很多球他都是因为还原的不够及时 所以导致他下一板球衔接不上去 再一个是他的重心甩的比较靠后 这个也对他的还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再谈一下我的感受 我到国外先到美国待了有三四个月 然后在加勒大这边有两个月了 我观察了很多运动员的一些特点 打球的特点 我发现印度那边的这些小朋友也好 这些运动员也好 他们的协调性非常的好 协调性非常的好 还有那些黑人也是一样 他的整个身体的先天的优势 机能真的和我们一般的亚洲人 甚至是白种人都不一样 他的身体的机能 肌肉先天性的就非常发达 肌肉的这个爆发力很强 然后他的这个脚就像马达一样的跑得很快 协调性也很好 我教过好几个印度的小朋友 大概也就七八岁的样子 我很惊讶 我教他们还是一对四吧 就是我一个人带四个这种不同的 而且还是不同水平的 不同年龄的这种印度的小孩 然后其中有两三个还是第一次学的 就是他以前从来没打过乒乓球的 他到什么程度 就这样一对四 一个小时的时间 正手攻球 从来没有学过的 我要问过他 你学过乒乓球没有 他说没有 没有学过 正手攻球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学完以后 可以跟我单球对打四十多板 推挡一个小时之内 这都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的 推挡跟我推到二十多板 打单球推到二十多板 还是一对四 你想想一对四时间来算的话 他平均每个人也就打十五分钟 这个领悟能力和他的协调性 简直太让人惊讶了 他的走关节 他打球的时候 这小朋友 他不会去变形 他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协调 如果说这个非洲那边的 印度非洲那边的运动员 有像中国国家队一样的 有像我们中国这样的这种机制 训练的机制 这么好体系 有这么好的教练去教他们的话 我的天那不得了 那今后真的 真的是对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 对中国队 就拿这个阿鲁纳来说 这个阿鲁纳他就是反手差一点 反手技术差一点 反手的发力他没出来 相持都很差 很被动 他主要是一个正手 就是靠这一个正手 这个动作 还不是很规范的一个动作 可以把张机科拿下两局 这个是多可怕的件事情 如果说有好的教练进行指导 有比较好的训练条件 每天可以练球 你想想这个如果练出来以后 那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看到很多美国的他们这边的 国家队的 国家一队二队的 他们的训练 包括日本那边的 他们训练不像我们中国 是有专门的场地 国家出钱 大家一起集训 有专门的陪练 专门的教练 别人外国小朋友 外国的这些国家队的 学球都是请私人教练 一个小时都是讲100美元 200美元 这个样子 你想想别人学球多么难 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面 他们都可以打到 和我们中国国家队 形成一定的抗衡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件事情 刚才讲了很多废话 这个也是有感而发了 好 我们还是回归主题 讲一下他这个拉球的动作 这个阿朵拉 拉球的这个动作 首先呢 我分解一下 他这个发力方式 我刚讲了 他是正手力 非常严重的正手力 拍形勾得很厉害 然后他引拍的时候 向后拉走 拉走 他如果是拉这种 一般的下旋球 或者是上旋球的时候 他引拍差不多到这里 向后引拍 走关节向后拉走 拉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向上发力 向后脑上发力 他的腰部呢 他转动的很少 就这一点 一点点 这个力量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再来拉几个球 我动的小一点 大家看一下 向后 他是这样的 向上向后 这样向上向后 拍子这样压得很厉害 但是还是很容易出界 非常容易出界 你要压得不够的话 你压得不够的话 稍微压得少了一点 这个球就出去了 但是可以看到 拉出来的爆发力 真的很强 非常的强 所以说阿鲁纳称为 当今世界第一阵守 这个大力神的称号 我就送给这个阿鲁纳了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我今天拍的视频以后 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教学片来看 只是谈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好玩 好玩 大家交流一下 这个动作我建议业余的 尽量不要去学 你的发力结构 你的稳定性 你的走关节本来就不稳定 你去学他这个动作 你就会打得更不稳定 别说上台了 人家非洲运动员的协调性非常好 也可以想到他平常训练当中 是吃了很多苦的 别人是在动作稳定的情况下 再去发展自己的这个类型打法 自己的动作出来 才能保证稳定 你自己的 连这种攻球 连这种攻球都打不好的情况下 你去学他这样 这样去发力 那你肯定上不了台 所以希望大家心里有个数 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如果您想第一时间观看乒乓网的视频 请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订阅